我去 不好了 金雅秋跑了 什么 问了左林右舍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还有他女儿也不见人了 你说他会不会去举报我们呢 怎么办呢 昨天我就让你通知的 你偏不 你偏不 喊什么 你不怕 你就喊 喊哪 我会不会去我 谁啊 爸 湛奎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爸 这是我儿子湛奎 这是你张阿姨 什么阿姨啊 我是你爸的太太 对对对 阿姨好 这位是 她是索尼亚 美国人 是法国人 不过准确地说 是法籍的俄国人 俄国人感情丰富 跟中国人尝不了 我跟你说 玩玩行 当媳妇可不行 谁说的 蒋方良女士 是一位贤妻良母吧 她会中国话 说得很好 怎么会说得不好 因为我是在天津小白楼长大的 怪不得我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大爷 你不知道吧 那小白楼长大的可能叫大呀 看看你 说错话了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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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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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齐叔叔 帮我们逃到了大个子居住的山村 不然 郭新哲肯定要对妈妈下毒手 阿美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 帮我抚养这小北田 为了生活 大哥子帮我进了红包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什么呀 你来了 这是陪您一块看电影的 这是我相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比我表弟还年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前面 姜姜 我没有演 你就看看吧 你呀 谢谢各位的光临 今天我要为大家隆重推荐一位 红遍天津味享誉上海滩的大明星 为大家登台献议 现在由我请出斯萌萌小姐 有请 大家好 斯萌萌小姐 今天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下面有请老观众们点歌 天上眼间 天上好 天上好 好好 大家请别着急 一个一个点 我要请何日君再来 好 好 我们尊老爱幼 下面有请斯萌萌小姐 先唱这位老先生点的歌 何日君再来 大家欢迎 好风不敞开 好景不敞在 和君 一起唱 这歌不能唱 这是进歌 为什么是进歌 娇娇小姐 你是真不知道啊 还是给我装糊涂啊 这个歌的词作人是谁 演唱的周玄现在在哪儿 他们都是都在大陆 而且这歌词也有问题 何日君再来 君指谁啊 暗指共产党 明白吗 我说邱先生 你不要把我们之间的私人恩怨 拿出来说事好不好 佳佳小姐 没有私人恩怨 我这是公事公办 这是275首进歌的单子 你看看吧 这么一说 我的歌厅可以关张了是吗 我们要听 下面我给大家唱一首台湾名歌 捉泥秋好不好 好 捉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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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的水满了 云叶天亮 天天的稀泥里到处示泥秋 天天我等着你 等着你捉泥秋 大哥哥好不好 再闻歇售泥秋 小流的哥哥 等着他捉泥秋 监了 打了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都捉泥秋 云 停 这个歌词不对 得改 小猫的哥哥办机会 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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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谁呀 毛泽东 改成 改成小牛的哥哥吧 下牛 下牛 小牛哥哥唱吧 唱吧 池塘的水满凉 雨也停凉 甜甜的细腻腻 到处是你瞧 甜甜我等着你 等着你这一瞧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这一瞧 小牛的哥哥 带着他这一瞧 大哥哥好不好 咱们去这一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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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生情定貌 唱得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唱得非常好 谢谢 好 好 好 帮我来给台湘的歌手 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 你唱得太好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说不要 用我们天下话说 那叫正一炮打小 大哥子 真是太感谢你了 不要 一提谢咱可就远了 那姓邱的 招骂大一个一样 要给过去我非谢了他不可 什么小毛哥哥不让唱 非改成小牛哥哥唱 真像骂丝 就是 我就发现这姓邱的 一听见这毛啊 猪啊 非吓得尿了裤子 那外国女人你认识啊 不认识啊 我也奇怪了 你说这女人真好 我这么不见 我今天看着她 跟一中国男人来的 那人还挺眼熟 好像在天津见过 你也花了吧 不行 咱赶快 回去给大姨报喜下 你慢着点 妈 回来啦 这我工作了 是是是 刚睡着 干嘛呢 给小北田做件衣服 跟二美学的 看看可以了 好啊 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么多钱哪 吃宵夜 这不是奶油栗子粉吗 我三年没吃到它了 真香 要是若葱也在这儿 该多好啊 妈 这儿是什么日子 若葱的生日 你吃啊 真好吃 小白兔啊 小黑熊 花毛狗 小刺猬 都幻天喜体地蹦了出来 妈 后来呢 我来说 我来不吃了 你武闹 我来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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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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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问你话呢 大记者 他的心情不好 那还心情不好 一个杨媳妇整天陪着你 你还心情不好 他遇见了 他的梦中情人 他还要梦中情人 我今天见到若冰了 司马若冰 他现在居然沦落到红包厂去卖唱 苍天俱变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住在哪儿 不知道 那格格呢 我不知道 我没露灵我就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跟着他看看他住在哪儿啊 我也很想见他 可是当我想到如果见他 他一定会很尴尬的 一个大小姐 现在居然沦落到红包厂去卖唱 笨蛋 笨蛋 爸 你干嘛这么生气啊 我当初喜欢他 我觉得他你也是知道的 所以我怎么可以在那个地方让他丢人呢 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如果守身处地地替他想一想 他还不是因为生活才会到那个地方去卖唱 我本来很想亲自包一个红包给他 可是我发现这样很不妥当 所以我就要索尼亚拿去了 帮我拿给台上的歌手 这么多 嗯 爸 你在干嘛 调查局吗 你在干嘛 你睡觉 我不许你三个弱兵 你电话给我 这事不归你管 给我 我起个头儿啊 雄九九七阿昂 跨过压如将 唱 雄九九七阿昂 跨过压如将 莫娥围 俄郁 木绸以罟 就是 neutral obser 嘿啦啦啦啦 看到 天空中在下呀 地 sant开红花 我们你来一首 王大马 要和平 要样 马 要和平 呃 开始 号大马 要 fold 要 要 你 你 要 要 花 同学们 首先让我代表 我是全体青年 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 请 坐 欢迎订阅 请我们志愿军阴谋代表 谢梁同志做报告 亲爱的祖国同胞们 亲爱的同志们 我是一名志愿军军医 我今天 祖国同胞们 亲爱的同志们 我是一名志愿军军医 我今天 所做的报告 是我在上甘岭战役 亲身所经历的故事 在做这个报告之前 我想 向我 逝去的战友 敬一个军礼 上甘岭战役 一共打了四十三天 联合国际 也就是我们的叶子 向我们控制的两个高地 投资了五千多颗炸弹 发射炮弹 一百九十多万 而我们控制的 这两个高地的面积 到底有多大 不足四平方公里 在这个如此狭小的空间里 敌人集中了很强的活力 这在世界内 战争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 山头被炸成了坟墓 山上的石头也被炸成了坟墓 山上的树都被烧光了 我还记得 我的一位战友十八岁 在全班战友都已经阵亡的情况下 自己坚守阵地 击退了敌人十五次进攻 坚敌三百人 最后他自己 倒在了阵地上 将军业英雄之权 将军业英雄之权 是啊 他们是英雄 我们都得向他们学习 三哥 老四 二哥 三弟 真棒 真棒 谢良 去我们家坐坐吧 恐怕不行 为什么呀 他们马上搭飞机去上海 上海人民在那边 正等着听他们做报告呢 对 等我们胜利归国的时候 咱们再见 走了 三哥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 我还记得 我的一位战友 十八岁 在全班战友都已经阵亡的情况下 自己坚守阵地 击退了敌人十五次进攻 坚敌三百余人 最后他自己 倒在了真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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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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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向鼓掌才能和同志们学习 莫松现在这么进一步呀 听说他这次申请鼓掌 可是写了血书呢 当年我就觉得 他是咱们班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乔大的通关鼻子 从小就能看出是做大事的人 可惜啊 可惜什么呀 可惜他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怎么样 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去你呢 你后来上的是圣约翰大学 还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你笑什么 你没上南京金陵女子大学 我上那干嘛呀 你别开玩笑了 你到底上的是哪所大学 我哪所大学也没上 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现在正在广东公安厅工作 这次处在天津 正好赶上宋若葱 李静 当年学校可真不应该开除你 你离开学校之后到哪去了 那么久以前的事就别提了吧 对了 你跟你心上人怎么样了 李静 听说 你当教练了 助理教练 那也不错呀 对不对 嗯 我说你们这三十五一活的 聚集那么多人就干嘛 你看什么呢 这都是你的朋友吧 是啊 那就完了 要是别 我好好地盘查盘查 你干嘛呢 教书的 你呢 技术员 你还要我用问吗 给你 感谢领导 前来是啥 若葱 大家欢迎 若葱来了 这若葱怎么干什么大名话呢 若葱总绕去朝鲜了 去朝鲜了 啊 哎呀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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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向若葱同志 学习 向若葱同志 知情 熊九九 起昂昂 花河雅路乡 保和平为祖国 旧知报家乡 用花 朝儿语 清清 观见见 你帮我看看 这两张照片哪张好啊 你帮我看看 我觉得这张比较好 这张是梁友的记者给我拍的 他可是个有名的摄影师啊 你帮我看看 看爆看爆 我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啊 你就会看爆 听到了 你不是叫我看梁友花报上的预兆吗 你有找到哪个杂志看到你的报道了 你帮我看看 哪张好啊 不用看了 我都背下来了 黄芸芸 黄芸芸恋人娶的三个乐章 黄芸芸夺狼艳史 K君与黄芸芸秘密同居 黄芸芸的诉讼案是一场豆腐棺子 你吃醋了是不是啊 你这个门外汉啊 永远也搞不懂 明星呢 就是花边新闻越多 就越红 你能这么干吗 哈喽 哪位 李导演 您好 您好 听到你的声音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还以为您把我给忘了呢 我哪敢忘记你这个大明星啊 你家住哪儿啊 我家住 不是 我家住得太远了 还是有时间我去看您吧 我想马上见到你 有事 有急事 我正在拍那部舞戏 我请的小西施演女主角 什么 你不知道小西施 那就是她的绰号 她叫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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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啊 她是现在 正红的发紫的一颗星星 哦呦 我哪知道她的戏不行了 简直就是个木头 你这么有耐心啊 好的 那什么时候您给我看一下剧本 我们约个时间 这儿这下饺子还挺不错 明度许传 来 路上过来 先生 您还需要些什么 你这儿还有吗吃的 红豆糕 绿豆糕 排骨 虾仁 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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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的东西 底气没有 有 先生 我们店的点心是在香港出了名的 应有尽有 嘎巴菜你有吗 什么菜 嘎巴菜啊 得了得了 连嘎巴菜你都不懂啊 我也说剪脖子你更不明白了 去吧 忙你的去吧 这儿没您事了 去去去去 哎 兄弟 您坐这儿一言不发 闷头管看报 你说这报上都有骂新闷呢 没有 这是韩战的事 又是韩战的事 你别说 日本那时候 我们川呢 正到过仁川 这个仁川呢 离汉城很近 那是朝鲜第二大港口啊 就那地方那风景啊 那太美了 太棒了 可惜啊 现在 这么好的港口 愣沦为了战场啊 俊毅谢良 抢救朝鲜阿玛尼 来自千县的报告 这有骂啊 你看看记者的名字 赤马若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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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 可以了吧 往后 往后 我在上海那个化妆师许阿毛啊 他画眉毛是画得最好的了 他给那个蝴蝶啊 陈云商 还有阮玲玉他们都画过 行了 没有特写 我拍戏这么多年 对化妆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 能晓得吧 这叫对观众负责 明星当中像蝴蝶啊 陈云他们 都是这样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上海拍片子 好了 别给他画了 白耽误时间 小妹妹 我胡脏帮弄得撒嘎 我拍了几十年的戏 对化妆从来不马虎的 行了 别摆老资格了 该上场了啊 农高嗓门子 来来来来 明月啊 装好了吗 马上开拍了 导演 这个装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 哪里不好 再改改 不用不用 买好买好 走了 二十一场 侠女 厂房自禁 从这个楼梯上走到那个平台上 快点 快点 再快点走 从平台的栏杆上翻下来 你现在演的是一个为情而自杀的一个侠女 不用想 没有词 跳 直接跳 快 快 开始 开始 不用犹豫 快点跳 太棒了 要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好好 摔得非常好 小西枝 做准备 快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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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 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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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来 拍个箭箭 走啊 走走走 走走走 你的妈呀 拍个箭 来来来 拍个箭 坐一下 快点 气死我了 真是 什么东西 居然敢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怎么了 还不是那个小西施 什么消息是啊 就是刚出道的那个新人 仗着导演喜欢他 老板喜欢他 哎呀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啊 我也不想生气的 可是你没看到 他刚才在片场那嚣张的样子 哎呀 是 我在拍戏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哎 别生气了啊 来 还是我去吧 太太您的包裹 哦 谢谢啊 你的 是若霜寄来的 我女儿寄来的 你今天是好了 有了儿子的消息 女儿又给你寄东西了 得多高兴 怎么给退回来了呀 哎呀 若霜也真是的 哎呀 若霜也真是的 你说好歹 也是父亲的一片心意嘛 花了这么多钱 买了这么名贵的衣服 怎么给退回来了呀 哎呀 这孩子也真不懂事啊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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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好 好 好 这是什么呀 跳个舞吧 跳什么舞 我都不想活了 怎么跳什么红枣 一会儿你上台唱首歌吧 那要不我唱一首给你听 苏州夜区 好啊 不用了 谢谢 这个叶总会现在挺出名的 他的三楼呢是歌厅 四楼是舞厅 五楼呢 谁啊 不知道 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么了你是 是 是生意不顺心呢 就是想老婆了 想老婆倒是好 坐个飞机 半个小时就到台湾了 你走 你跳舞 你记住了 如果她全都没有 对 如果她招待她 你应该的 还不早 那是不 nam 人家 好 你好 蕭文露 黄小姐喜欢听什么歌 我叫她唱给你 随便吧 好的 谁啊 他就是张老板的儿子 没想到 现在混成这个样子 张老板当年可是 沙海影视圈里响当当的人物 李导演就是他捧红的 我也是他一手捧起来的 他还捧红了很多明星 像黄宗英 周曼丽 没想到 不要你看啊 什么花后月圆啊 狗屁 我儿子在哪儿啊 我老婆在哪儿啊 狗屁 谢力 谢力 谁 人呢 你 祖阴哪 祖阴 是你啊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好了 我老婆 你没事 我老婆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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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 我就跟这小姑子这个王八蛋 提出辞诚 来香港做生意了 真是哭了哑啾了 对了 若冰她怎么样 只从我们分手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我 对了 我听说 她在西门丁的一个红包场唱歌 什么包场 就是卖钞 睡吧 能帮我一个忙吗 怎么了 还有多少钱 你问钱干什么 我想去台湾 去台湾 我想去台湾